特首林鄭月娥在今年10月初以危害公安為理由 引用緊急法定立蒙面法為隨即引來更大爭議 有多名市民及議員求法庭覆核有關決定 11月18日高等法院裁定 蒙面法對於基本權利的限制超乎合理需要屬為憲 隨後政府在25日就高等裁決及命令 向上訴庭提出上訴 今天27日 陳雲凱在Facebook貼出一份據稱是 《警務署內部的文件》還指出 根據這份警務署內部文件 即使沒有蒙面法 前線人員也可以根據相關條例 要求在場人士解除面罩 貼文質疑 既然如此 政府為什麼要大廢周章通過蒙面法 這是否是一個啟動緊急法的陰謀? 貼文指出 在早前法院判決政府利用緊急法 攀佈反蒙面法是違憲後 警務署的刑事總部在11月21日發出文件通告 所有警務人員 前線人員可以去利用警務條例 第232章或侵害人身條例 第212章以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為理由 要求在場人士解除面罩等等 甚至可引用公安條例 第245章 以及入境條例第115章執行相關任務 陳雲凱在Facebook表示 大家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已經不是政府輸打贏要的問題了 是原來一早保安局和警務署可以有 起碼6條不同的條例去進行相關的執法 根本就不需要動用緊急法再立反蒙面法 也就是說政府一開始 其實就想找個藉口開啟緊急法 大家開始理解政府如何做事 及如何找藉口去執行自己想做的事 這個政府每一步每一句話都是陰謀 香港人真是不要再有一絲絲天真 泛民也曾指出 香港示威活動遠未至要引用緊急法 港府也可以用原有的公安條例去控制局面 所以並沒有法理基礎運用緊急法 梁國雄就質疑 緊急法沒有清楚界定 特首何時可用立法權力 條文中沒有列明特首的權限 其實特首可以在不給任何事前通知的情況下 隨時制定任何法律 市民大眾 不知道特首何時可以立法限制他們的權利和自由 容易誤墮法網 其實在10月4日港府啟動緊急法之前 香港政壇一度傳言港府正盤算著加勒手段 包括攀佈、宵禁、強制關閉網絡論壇等手段 甚至連蒙面法也一度傳出最重刑期10年的消息 但礙於香港的金融地位 擔心市場信心崩潰的港府最終未出手 有網民表示 其實是想幫緊急法開先學 之後什麼都可以用 居心可測 是中共 根本就沒有香港政府 一句說完 共產黨不會信香港人 它連自己人都不信 所以除非倒台 否則只會永遠都是獨裁 你不動錯了 押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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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資訊權 新聞資訊自由 以及營商自由 各合運動者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